去年12月底,中国足协的上海召开的联赛总结会上,公布了球员献金,限制奖金,限制俱乐部的支出,亏损和注资等新政策。 给众多中小职业足球俱乐部减负可是没想到,这些新政策今年刚开始实施。 仍有中小聚乐部扛不住了今9日凌晨5点,由重庆载儿马明宇担任总经理的四川安纳普尔纳俱乐部发布了紧急声明,声明中明确如果无法在1月10日下午5点前解决2000万资金缺口,这家去年年底才冲甲成功的俱乐部将破产清算。 安纳普尔纳的紧急声明资金,困难难倒马明宇马明宇,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载儿,但他在重庆选拔,进入四川整体工大队之后,就一直为四川足球效力。 退役之后,他在成都开办了明宇足球学校,随后又成为了四川安纳普尔纳的俱乐部总经理。 希望把这支中义球队带到中超去年马明宇,在聘请了四川全新名将黎兵作为主教练之后,四川安纳普尔纳在中义联赛一喜决尘最后,以中义联赛冠军身份重返了中奖。 不过,早在去年10月26日,就曾有媒体爆出了安纳普尔纳出现资金问题球队,已经欠薪三个月,导致主教练黎兵准备在赛季结束之后, 离对当时安纳普尔纳正处于冲甲的关键时期,为了稳定军心马明宇在去年10月27日,曾紧急辟谣否认了欠薪传闻。 同时还表示,三千万冲甲奖金没有问题到了去年11月22日,完成了冲甲大业的安纳普尔纳,没能兑现冲甲奖金。 该俱乐部在成都东站附近的一家不知名酒店,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 马明宇和俱乐部投资人何亚平出席了会议会上。 安纳普尔纳俱乐部,虽然提出了2021年之前冲超的远期目标, 甚至奢望2022年冲击中超冠军,但投资人何亚平承认资金困难。 2018年末端,遇到了短期的资金,困难,我记得当时说过一句话, 现在也是记忆犹新,哪怕是穿草鞋我们一样,要拼搏到中甲。 这次会议之后,马明宇开始为新赛季的粮草奔波, 甚至因此缺席了去年12月7日,在重庆奥体中心训练场举行的首届穿鱼足球公益联谊赛。 死守话语权,导致无法解讨,被外界称为中以恒大的安纳普尔纳。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凌晨发紧急声明,需要马明宇四处化缘的地步? 主要还是因为,1月12日是中国独协规定的球员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提交日期。 现在安纳普尔纳需要大约2000万来支付这笔费用如果不支付。 球员、教练们不签字确认,安纳普尔纳就无法通过中国独协的中甲。 转入马明宇,今天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前期经过多方努力,但效果并不好目前很紧急, 所以俱乐部才发表这个紧急声明。 他甚至透露,如果资金无法到位最坏的情况,就是,俱乐部只有进行清盘。 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马明宇这次压力山大考虑到中亚的影响力。 马明宇要想在短期内找到资助商困难很大。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曼新闻记者, 之前有资助商跟安纳普尔纳谈货收购,但是他们只同意注资, 不愿意交出股权和话语权。 不过在最新的紧急声明中,安纳普尔纳已经不再坚持话语权, 同意了股权转让,增资扩股,扩债权融资等方式。 显然是最后放手一搏,目前四川安内普尔纳的球队还在正常运转。 今天上午十点进行了正常的训练, 不过留给马明宇和这家俱乐部的时间不多了。 重庆晚报曼新闻全国爆料热线, 023-966,988, 一恩地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曼新闻记者照应及文图。